再開始講我們剛剛測驗的這些內容的部分 我先回到這邊來 早上我們不是有用過一個線上的Google語音輸入 跟Speech Note語音輸入對不對 但是在行動中上有沒有 有 我給你看一下 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它是一個輸入管 我們剛剛早上介紹那一種是 你要到雲端之後 辨識出來了 是不是要自己複製貼上 拿到你要的地方去嗎 那當然行動裝置上 或者一般我們的收訊型 可不可以用命令式的語音輸入 可以 可是它就不太適合比較長一點的 那這個地方這個可以 我們上午在這邊使用線上的語音輸入辨識 但是它沒有標點符號 可是 這裡 遜飛語音輸入 有沒有標點符號 不只有 你用問號 它就給你問號 你說 蛤? 它會給你驚嘆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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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只好自己來 你看 符號在這裡 這裡也有驚嘆號 有沒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什麼優點 有沒有幫你把標點符號都打進去 這是它的優點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 這樣 講報告有沒有比較厲害一點 哈哈 連標點符號都幫你省下來了 那當然 你在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的部落格有一篇文章是專門在介紹這個 那 它本身 在這邊 我們剛剛用這個標點符號 它有 那麼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它有手寫的 因為這個是大陸的 這叫遜飛語音輸入 就是這個 它你安裝到 Android或iOS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輸入板 就會變成一個輸入板 那麼 它本身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磁庫的功能 磁庫的功能 也就是說 它有 就是比如說你比較常用一些 比如說化學的 還是說一些歷史的 甚至唐詩宋詞 這些名詞 它有一些內建的磁庫 那麼你有加入這些之後 你在辨識專業的那些名詞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準確 當然它也可以離線辨識 但是一般來講 離線辨識的 跟Google一樣 離線辨識的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 也就是說 現在的語音辨識它都做兩層 一個是直譯的 就是我們這樣直接講完直接翻譯出來 但是第二層它會利用原端 幫你做整句的語意的再做修飾 所以有可能第一次講完是這樣 但是修飾完又會變成是正常的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比較正確的 那它在這邊沒有的 因為是對按的 所以它沒有註音輸入法 所以一般我預設都會把它切換到下面這個手寫 也就是萬一這幾個字 金燦號沒有 或是你真的有那幾個字不OK的 我就會在下面直接用手寫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 那金燦號當然是沒關係 比如說有沒有 那我就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這樣 這個輸入法號稱一分鐘四百個字 你平常打字要打到四百個字 也許你可以 但是應該撐不了五分鐘 對不對 也許你可以打那麼快 但是五分鐘之後你就好累喔 手好累喔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比較方便的 那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在這邊有一個設置 在上面 上面這裡 你按一下 這個設置 我在這邊呢 有用了這個磁庫的功能 下面這裡有一個磁庫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 這樣 這裡有一個磁庫 好 我就把一些我覺得不錯的 我比較會用到的 我就從旁邊這邊就先下載了 所以這樣子呢 它在做辨識的時候 這些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準確 你在講這些所謂的專有名詞的時候 就會比較準確 那這些都不大 檔案都不大 所以其實還蠻快的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 它有一個設置的部分 在最下面 這裡有一個設置 有關於輸入法的設置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離線 也就是說 有時候你可能 不方便 連上網路的時候 你可以來離線這邊 把它設定一下啟用 它大概一個離線檔 大概三十幾MB 三十幾MB 那一般性的OK啦 但是 辨識的效果 當然沒有兩階段的辨識 其實就會比較 就是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都那麼正確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 我們在這邊 它在輸入法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 涵蓋了很多 包括一些表情符號啦 有沒有 那些 其實現在很常用的 這些東西都有 上面都有 所以你可以 從它上面也可以增加 增加進來 那這個呢 特殊符號 在下面這邊 也可以找得到 它唯一沒有 就是注音輸入法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那另外呢 很多同學 我常常 或者是 老師他問我說 欸 裝了這個輸入法之後 萬一如果他想要切換為 他們 就是手機 預設的 或者你曾經裝過的 其他數位要怎麼切換 這個呢 每一台手機會都不大一樣 但是呢 原則上我們找這裡 找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會有一個 鍵盤的符號 因為這個每個出法 就是手機位置不一樣 像以我的HTC來講 我是在下面 就是在手機的下方 但是有的手機是放在最上面那裡 就是在最上面 最上面這個工具列這邊 所以你只要按的那一個 像我現在來這裡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切換到 你可以去選擇 切換回 比如說你原本使用的這個 輸入法 或者是其他的輸入法 比如說我用HTC原本的 這時候就恢復原來的 因為也許你覺得他 你可能在輸入某些數字 然後注音的時候 這裡比較方便 那你可以切換回來 等到呢 你做好了之後 你再用下面這邊按一下 你再切回原本的就好 所以大概是像這樣子 事實上 你就可以讓 你在輸入的部分 就可以相當 變得相當簡單 相當簡單 這個是第一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現在輸入法 真的不一樣了 請問一下 用搜尋有沒有輸入法 有啊 我們用這個 在這裡 如果我們在這裡 平常大家會不會用這個麥克風 平常在電腦上 好像大家認為這個麥克風是裝飾用 從來都沒有想要特別按過 手機上也許你會用 但是電腦上的好像大家不太想用 但是真的可以用 比如說你要找圖片 圖片 圖片也有啊 你看這裡 允許對不對 貓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或者你要找Cat 也可以啊 好 那所以其實 我們電腦上也有 只是 平常大家比較沒在用 那 Google語音 你說辨識率也蠻高的 它也可以用 但是差在什麼 它比較屬於命令式的 所以一般我們在手機裡面 預設輸入法裡面 你所用的那個輸入 語音輸入 事實上都是一句一句而已 也就是說你今天輸完這一句 它後面就不會再做辨識的 你要長一點的 就不像我們剛剛這個輸入法那麼快 好這個是跟大家第一個先分享一下的 其實你怎麼會說 怎麼會說 就是 就是 貓